我以為你太會做人了吧 來來來看就知道是我 比較醜 帥 現在是返校日三當天 現在已經是10點46分了 現在會緊張嗎 就緊張到就是去上廁所了 那我那時候肚子會不舒服 相信可以的 雖然行程辦得很匆忙 但我們練習是很充足 希望你們 我的每一首歌你們都會唱 當然了 當然了 之後會有全新單曲喔 雖然今天的人會搶先聽到 那我就要去訪問大家 來看到底是你跟 哲哲 誰今天的帥度會比較厲害呢 現在來到我們返校日的當天 我們歡迎黃兄弟的左膀右臂 就是 我是一位路人 這兩個人 都是你的老闆 這不是要問粉絲的問題嗎 這個問題我已經被問過很多次了 哲哲跟薇薇 到底誰比較帥呢 他不能說都不帥嗎 不是我的理想性 現在下一位不用來 真的要選的話 好啦我選薇薇好了 沒有但是我要先講清楚喔 哲哲就是不要哲心 很怕 我很怕失去我的工作 沒有我現在講的是說 生活相處上 對哲哲薇薇說一句話 我當天加油嗎 不是因為我已經真的講非常多話 下一位 你是第幾次來返校日呢 第一次 再來第二題 哲哲比較帥 還是薇薇比較帥呢 或是你想要選康康可以貼後面 後面 真的嗎 耶 好謝謝 哲哲瑋 希望你們的影片可以繼續拍下去 我們支持你 加油 哲哲瑋辛苦了 哲哲瑋辛苦了 希望你們可以拍影片越拍越好 第二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我們找到了第一位 三年多來的 好不猶豫 加油 加油 我帶你兒子來看你 第三次 哲哲真的要居上耶 哲哲瑋加油 我終生要當你們的黃豆粉 半十次你會來幾次 四次 十一次 一樣第一次來是 黃豆粉對 因為我們只是超級黃豆粉 自我來說 看到哲哲瑋的影片 覺得對於小孩子會怎樣的影響嗎 這個問題我也想過 我看過 我看過王室兄弟多兒的影片 都非常的正向 可以帶給小孩子歡樂 非常支持的王室兄弟 很適合小朋友觀想 謝謝 這也是我們一次要努力的方向 哲哲瑋 哲瑋加油 我們愛你 第三次 第三次了 祝你們今天活動成功 希望明年還可以來第十次 那應該要貼這個了吧 可以 可以啦 可以懂 貼 謝謝謝謝 哲哲瑋跟坎坎很辛苦 他們做很多影片 然後帶給大家歡樂 真的很謝謝他們 我們現在是 返校日開始之前 大家還沒有入場的時候 目前來說 目測應該是韋韋 多一些 多一點 這麼多人 相當多人 相當的多人 下留言來猜誰票比較多 這是觀眾選的 觀眾也太會做人了吧 歡迎凱浩跟魚乾 你要從沒有一口老丹 終點是我還是孫子 想要問你們對於 哲哲瑋 對哲哲瑋 對哲哲瑋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呢 我第一次看到他們穿撲克裝 就是有一點 太打敗 幼稚 真的 那個時候他們在Caps了一個活動 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好蠢的感覺 跟他們合作的第一次是在夜市 一開始看到我覺得 哲哲感覺這個很木娜的 文靜那種 但是認識之後 心底下很吵 就門燒 那再來就是這個殘酷二選一位 哲哲 哲哲 先選了 我們有幾票 一樣是一票啊 真假的 我們沒有特權 那這樣好了 因為有三票 但這三票要投投一個人 所以你們有可能會幫哲哲逆轉勝 那我先選好了 哲哲現在是輸的 不行不行 我不能忍 我直接貼了 哲哲加油 哲哲加油 然後我以為就在那邊省片邊哭 哲哲魚乾 那你要講一下為什麼你 因為他就是髒的比較帥 哈哈哈哈 今天那個是一個在夜店拍魚乾的感覺 魚乾這樣子拿著 那魚乾的魚乾 如果還沒看影片的話 歡迎姐弟就上台機片 那如果 那如果他 我只要拍在球池裡面 那撒魚乾可能就是 微微這樣 他比較就是可愛 有一點林家小男孩那種感覺 林家小男孩 但這就是那種 隔壁有大哥哥 很排斥家裡其他小朋友的那種大哥哥 所以這個動作帥 其實我的選擇 跟魚乾有點不一樣 喔 但是還是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你貼這邊啊 我貼這邊 也是 我覺得是很不一樣 有點不一樣 要幫一下哲哲拉票啊 我剛開始看到他們兩個 我覺得微微比較好看 太久了就膩了對不對 沒有 看完這個票數 我覺得哲哲比較好看 你要尊從內心 好啦其實我 哲哲是耐看型 因為認識哲哲 我會覺得他個性好 因為其實他很成熟 個性有幫他加很多分 所以微微比較不耐看 那是你說的 哈哈哈哈 就是哲哲會越看越好看 想要跟哲哲說什麼話呢 希望 哲哲跟微微 以後 可以多多給我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結果假如他們有必要的錢 可以給我 希望哲哲微微以後 多求吃飯 真的 真的 不是多求 是不是這樣 好啦我們歡迎 NancyFace 大家好我是NancyFace的Nancy 大家好我是NancyFace的Della 大家好我是NancyFace的Ray 大家好我是NancyFace的Ryan 我是NancyFace的Ryan 我是NancyFace的小寶 對於總之我認為第一印象是什麼 超青春 超可愛 我的歌有點害羞 害羞內向 我覺得我以為很活潑 哲哲比較屬於內練型 我可以抱一個小料嗎 因為這是我是負責 哲哲的兩支舞蹈 然後我們在拍舞的時候 迪迪在旁邊練唱嘛 然後有時候我在跟哥哥講話的時候 迪迪就會跑過來 我都覺得迪迪好像不太喜歡我 因為他覺得我爸贊成哥哥 我覺得他們沒有要細講 而且一直想跳這一段 青春洋溢 好那這邊要進行一個殘酷二選 哎呀耶 男子通道走的話還會一樣 因為有三點 但是你們這三點 只能投一個人 你覺得誰比較帥 來 C姐想要貼在這邊 那他會變成零耶 他會變成零耶 小鴻煙哥 我點一個人 我們就這個版本來上去 這個點點我又貼在我這裡 沒有人會知道是我貼的吧 我們的影片錄影 我最愛哥哥 我要這樣幫他做一個小裝飾 圓圓滿滿 我在裡面 蠟屁了 身為哥哥舞者 我都選哥哥 你也選哥哥 對啊 還是一些悶燒錄影師 Dancer的部分 是哥哥的大票倉呢 誰叫弟弟子來跳了八百八拍 誰叫弟弟子來跳了八百八拍 這樣出來 誰叫我剪掉了 我愛你 我愛你 想要對哲瑋說什麼話呢 好 那最後讓我們來歡迎 這次返校日三的樂手老師們 哈囉 我是小提琴手Boway Violin 還有鋼琴手幫他介紹 SLS Music 因為我們今天有一個鋼琴手 他不太方便入鏡 那我們由小提琴手來帶他 他是個虛擬的鋼琴手 所以他平常不入鏡 很早我是Gunstic 哈囉哈囉 我中文打動的音樂樂鼓手 哈囉 我是維尼 Nasio 我是吉他手 主要做編曲比較多 歡迎老師們 你們對於 哲哲瑋瑋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呢 哲哲比較柔波帥帥 然後瑋瑋比較帥帥可愛 一開始比較多合作的是 瑋瑋瑋啦 對於瑋瑋的印象可能會比較強的 那感覺起來 哲哲比較沉默了一些 因為我合作的部分也是 哲瑋瑋比較多 那我覺得就是很認真 我會比較認真 有沒有比較 哇這個陷阱 挖坑喔 他自己會對自己很要求 我覺得這個部分 跟我們買音樂的 是很像的 帥的部分 那你們可以代替鋼琴手來的 OK 我有六個贈 那你這樣就可以不得罪的人 對耶 好開心喔 然後你們其實是最後一組了 哇 是壓軸組了 我投給我老闆 希望他今天的表現可以 下班全場 欸 不要學我 我才給自己叫做 沒有啦 可是我覺得帥這個事情很主觀耶 有些人會覺得 外表帥是一件事情 但有可能他在 音樂的演出上面 或是對一些 自己喜歡的東西的堅持上面 你也會覺得 哇這個很帥 欸 我覺得可能沒有那麼熟 所以他一定有一些 我所不知道 很厲害 而且非常帥氣的部分 決定性的最後六票 這 如果當我手上有六票 就已經不是決定性了 我肯定會讓他陷入更大的槍 我自己也跟薇薇合作過蠻多次 然後魏佳穎的演唱會啊 還有很多錄影什麼 所以我自己個人 是比較認識薇薇的 但是我之前在YouTube活動上 只有看過哲哲 然後跟他講過一點話 然後我也覺得他很不錯 他是兩邊都貼三個字嗎 這麼進化通嗎 沒有沒有 我現在是內心住的SLS Music OK 好好吃喔 好的 我日常遇到他 是一個很nice的人 欸 我要進去了 喔 沒有我們剛才講通靈王的部分 有看過吧 就是SLS In Boy 很開心今天參加兩位的活動 希望兩位今天能夠 把腸子炒到最熱 堅持之地想要做的事情吧 把最好的一面呈現給大家 跟做音樂一樣 做任何事情都是 可能現場冷氣要開強一點喔 他們兩個一定今天會拍翻熱翻全場 熱翻全場也要靠各位樂手老師啦 謝謝 接下來就是要公佈到底 是哲哲還是偉圖 到底誰比較帥呢 那我們去公佈答案吧 好 今天已經是返校是過後兩個禮拜了 藍藍藍就是要輸了 比較醜 很帥 完了 好這就獲勝了 哈哈哈哈 這樣可以看得出來 最後哲哲呢她是得到了54票 是 我也是得到了47票 那我這邊要解釋一下 我這邊要解釋一下 我這邊要解釋一下 你看一下 觀眾是一人一票 然後這個時候其實是為大贏 後來我在訪問魚乾跟凱浩的時候 魚乾說 我們不應該更多票嗎 魚乾 不好了嗎 越好的你就要越誠實 真實你知道嗎 才是信任的基礎 後來我就讓有表演的創作者們 一人是3票 什麼 但是這3票要投給同一個人 什麼 廢話你光給那5個dancer老師在人後面 就給你15票了啦 哈哈哈哈 但至少在觀眾心目中 我是獲勝的 但是我覺得今年很精彩的是 我們今年全表演制 就是雖然少了一些去年前年的互動遊戲 互動遊戲 但我覺得今年大家應該是非常的意猶未盡 而且是滿足的 而且我受到了回饋 但你又不得不說 因為那個場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昂貴 為什麼時間那麼緊張 是因為後面還有跟搖滾區的拍照 金豆區 金豆區的拍手 我們時間沒有掌控好的話 就隨時都有可能超過 使用時間 這次滿可惜的是彩排的時間也不夠多 因為真的是場地太昂貴 你沒有太多時間可以去去練習 但是這已經不是 哲哲錢包均可動放了 哈哈哈哈 開發交的頻道會員 好那你相信大家都經歷了一個 非常棒的視覺饗宴 那主頻道也會上一部 關於返校日的金華版 金華版 對 還沒看過的話也可以一直右上角去看喔 換你們想要對觀眾講什麼話呢 上台前因為畢竟那麼大的場地 還是多少要上台前會有點小緊張 但是我覺得你們的聲音 這段聲音一出來的時候 我就有滿滿的安全感 可以好好的享受那個舞台 相信你們這次應該有看到 在舞台上面我滿自在的樣子 不過可惜啊就是有些可能技術層面上的東西 還可以 更好 因為這次實在太快的 從線上短線下 4點半一上台的那一刻 我就感覺像是在大戰 蹦蹦蹦蹦蹦蹦 欸唱完多想告訴你 要唱光了欸 然後就結束了 但是就是覺得蠻意猶未盡的 好那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黃氏兄弟也要訂閱黃氏兄弟朋友頻道 還有新版權要上線了喲 沒錯 9月30號 算了6點 受過了 大家在底下留言 你明年要不要來要來的 全部給我留家衣 或者是你想要對小小偉講什麼話 當天並沒有給我訪問到的 你也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喲 那黃氏兄弟們記得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頻道 可以追蹤我們的Facebook跟IG Facebook跟IG是否知道嗎 然後就到這裡 看看我們下次見 掰掰 然後我們關鍵直到 對 你直接把門剪掉 安靜 然後不要上背景 你就出來 直接轉掉 然後剪點點點點